2020年7月14日,澳洲增加了271個新鎮確診 現在我們總共的數目去到10,251人 增加的地方包括有13個在新林維爾斯,去到那裏是3,505 另外有257個在維多利亞省,去到4,224 1個在西澳,去到636 死亡方面就沒有變 現在大家在研究網上看到,我們這個第二波就非常肯定 至於高峰會不會是低於第一波,我們現在未知 但大家不要忘記了 這個整個的第二波基本上全部是集中在維多利亞省這裏 所以這邊現在的病情非常嚴重 政府已經宣佈了,我們現在在一些區域禁足在家 不准出去,除了四個可能性 包括你要出去購買食物 或者你要上班 或者上學 或者你是單獨去公園做運動 還有最後有看醫生的需要,否則請各位留在家裏 不要到處走 不可以去探訪朋友 因為很害怕有些病徒經過這方面 途徑是傳播的 在考慮時期間